俄乌战争还在打 而流离失所的乌克兰芭蕾舞者 在各国的声援下展开巡演 这个周末假期也将会在台湾演出 而演出的舞作 停演俄国作曲家的《天鹅湖》 改成向乌克兰人民致敬的新武马 暂时晚格 优雅的舞步展现芭蕾舞的利于美 来自乌克兰联合芭蕾舞团的男女首席舞者 透过芭蕾的演出 向世人宣告 即使乌俄战争持续进行 乌克兰人民仍旧屹立不搖 而也因为战争的敏感 舞团决定全面停止演出 俄国作曲家完成的《天鹅湖》 改而演出以乌克兰传统乐曲为基调 向乌克兰人民致敬的新武马 暂时晚格 这群乌克兰的芭蕾舞者 原本因为战争流离失所 经过国际友人的协助 得以在荷兰重拾舞协 陆续巡演英美新加坡等地 这个周末将在台北演出 舞者直言战争的残忍 让他们不得不离开乌克兰 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因为在乌克兰 你所知道是很难做我们的工作 因为人们应该去床 我们有很好的机会 吳哲表示能夠持續在國際巡演 展現烏克蘭的文化 也見證藝術撫慰人心的力量 尤其烏克蘭需要協助的時候 能被國際看見 也請大家協助烏克蘭度過難關 他們也希望戰爭能快點結束 能夠快點回到故鄉 見到失念的親人 記者 陳嘉欽 張友嘉 台北報導